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当中 最高统治者为皇帝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皇帝甚至决定着天下所有人的命运 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是皇帝的臣子 作为臣子自然是畏惧于皇帝的权利 所以他们只会服从于皇帝 并不敢造次 对待天子的命令更是言听计从 可谓皇帝说一五人敢说二 明太祖朱元璋当过乞丐还当过和尚 贫民出身的他生性多疑 对于帮助他开国的一些大臣 他都会向他们敞开心扉 再次家宴上朱元璋问沈万三 桌上的猪蹄叫什么 沈万三知道朱元璋在刁难他 于是用三个字轻松化解危机 商人沈万三 沈万三家境丰厚家里世代从商 但是在那个时代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 于是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 但在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 但是受大环境的影响 等到沈万三到了能够独掌一方的时候 事事无常 社会动乱不安 走的走 逃的逃 沈万三家里也败落了 于是一家人回乡下了 沈万三以为自己这一生都要委屈乡下过着耕田种菜的生活了 谁知一个人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这个人就是陆道元 陆道元也是一个商人 在当地的名声很大 陆道元听说 沈万三对于经商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这个人非常有头脑 于是陆道元就请沈万三帮助自己经营自己的商铺 正如陆道元所料 在沈万三的经营下 自己的商铺越做越火了 说因为沈万三既有从上的经验 还有经商的头脑 所以他野心勃勃 就跟着陆道元说了自己的计划 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不甘心就止于此 于是陆道元便放他离开了 沈万三带着自己的天才经商头脑独自一人 下张男经商 并且自己的生意做的是越来越火 在江南火了之后 沈万三扩大了规模 甚至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随着生意的红火 沈万三所赚的钱财也是水涨船高 他的名声在全国各地都打响了 上到政府官员 下到黎民百姓都知道沈万三非常的富有 虽然沈万三是一个商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父亲的期望 而他自己也是想要把眼光放长远 在那个商人不被看好的年代 想要长远发展 不光有钱还要有权 怎么样才能有权呢 唯独走上官场才行 于是他就用钱财来到处打点 希望可以托人 在朝廷当中为自己某个义官办职 但是最后都无果而终 在当时由于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不安 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农民军起义 朱元璋就是其中一个起义军 沈万三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发现了朱元璋 并且与他交好 而朱元璋也知道沈万三家财万贯 在朱元璋起义的时候 沈万三经常给予朱元璋物质和钱财上的帮助 等到朱元璋登基以后 给了沈万三很多的赏赐 面对试探 巧回应 朱元璋找上沈万三 沈万三也只能够通过真金百运 去讨好的方式来保平安 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诚意 他还花了巨资来支持朱元璋重建首都南京城 虽然花费很高 但总归是命更重要 沈万三本以为自己的事好 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可是他低估了朱元璋的多疑 也高估了他的气度 当朱元璋看到沈万三的钱 远远比他想象中还要多的时候 心里却是更加的不高兴 为了哄得朱元璋开心打好关系 沈万三投入了很多钱 请来了很多能工巧匠去建长城 更是亲自兼工程的进度 可是沈万三这次却是好心办了坏事 因为他的亲自兼工 工程进展十分的迅猛 居然比朱元璋这边负责的城墙羞荣工作 还早上了三天 这可是冲重的打了朱元璋的脸 一个小小商人 却比这个皇帝还要厉害 比国库还要有钱 这怎么说的过去呢 朱元璋也是一肚子的火 还没发泄就想处置沈万三 却一时没有什么好的由头 总不能直接说 你钱太多 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而沈万三并不知道 朱元璋在想什么 还在殷勤的示好 他将朱元璋请到家中做客 已是亲近之意 在沈万三的家宴上 朱元璋心里依旧有气 就想找沈万三的麻烦 此时他恰巧看到桌上的一道猪蹄 便问这菜叫什么 沈万三也是瞬间就明白 朱元璋的意思 顿时就吓得冷汗直冒 在脑子里飞快的思考者 如果说朱蹄 朱通朱 文字上需要必尊者的名讳 尤其对方还是结过仇 就在面前的九五之尊 如果朱蹄二字脱口而出 那可就是犯了皇帝姓氏的机会 那满门抄斩也是应当的了 于是他灵机一动回答道 万三体 仅仅三字 巧妙地避开了名称上的各种机会 同时又有自贬是好的意思 朱元璋听到他的回答也不自觉地发笑 也明白了沈万三知道自己的意思 看他如此这般小心谨慎 畏惧自己 也就没有再多的试探为难他了 沈万三也因此保住了自己的一条性命 本以为经过这次的试探之后 沈万三会更加的谨慎行事 可是他却是还是犯了迷糊 没有清楚朱元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以为已经完全得到了他的信任 却没有想到 这只是一个开始 疑心是没有那么容易打消的 以至于接下来 沈万三就又一次把把柄直接送到了朱元璋的手上 在城墙的羞荣工作结束之后 沈万三向朱元璋示好 竟然提出了自掏腰包 代替朱元璋靠赏三军的建议 而这无疑是触碰到了朱元璋的逆鳞 作为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代替他 原本朱元璋就在处处想办法为难沈万三 可沈万三这样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命交到了朱元璋的手上 朱元璋十分生气要将沈万三满门抄斩 以拔掉自己这颗眼中钉肉中刺 可是马皇后心里却觉得沈万三也没做错什么事 就因为想帮忙犒赏三军 就要人家全家的性命也说不过去 就口头上劝为朱元璋为这样的人布局的动杀念 老天自然会收了他去 朱元璋听完之后也觉得有道理 可是心里这口气始终咽不下去 于是查抄了沈万三的家产 将他全家都发配到了云南 沈万三最终还是在西南的边陲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其实说起沈万三 如果他有路德元的通透和睿智 面对动荡能够选择必适或者适当的收敛锋芒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沈万三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人到富甲一方 最终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 不得不说他在生意场上的天赋异禀 可是在当初的时代背景下 纵使再有钱最终也是斗不过一道圣旨 尽管沈万三如此的聪明有天分 也很有自己的主见 可是面对皇权也只能够选择默默的服从 请不吝点赞 访问